天甲颱風之後 關閘地下巴士總站經過一年多的修復 15號終於重開了 大家又覺得新修復後的總站怎樣呢? 沒有以前那麼黑 會光了很多 這道路明確一點 現在總站已經恢復了13條巴士路線停靠 而其餘的路線就維持原理的不變 不過有市民似乎對這個安排不太滿意 至於巴士司機又覺得怎樣呢? 這些鐵壤鐵壤鉤柱 我覺得做得太差不太好 還有些爛軟 是的 那些位已經很小 現在總站維修工程的費用 大約是一億七千萬澳門幣 在通風系統 防洪設備方面都有大大的優化 感谢观看